差钱 这个不听说差钱的胖小伙名叫萧斌 当时28岁是一名便利店的李货源 一个月拿着20名名的工资 属于月光族阶级 为了给老父亲凑养老院前 由于年龄的增长 萧斌的父亲进行原来基础病小多 有高血压高血疼脑医学等病史 一时间医生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病发 引起了老人身体不适 于是赶紧安排了一些细练的检查 此时的萧斌来到了前台询问 在上个医院剩下的生理盐水还能不能用 打电用的开头的那题目 现在的萧斌十分差钱 其实在萧斌不起生命当天 她的兜里一共才100多块钱 这还是她往后七八天的生活费 她只能公平西搜局接钱 最后赵居委会赚了500块钱 赵洋洋院店的800块钱 一共1300块钱 在上个医院做检查已经花了400块钱 现在就剩下900块钱 当故事听到萧斌说只剩下900块钱的时候 她表示这些钱肯定是不够的 这900块钱已经不够的了 这升级600 这这样要 后过去有寻闻了萧斌家里 还有没有其他清楚 对 相依为命 我老妈大概小的时候 我很小的时候 她做生意亏本了 亏了很多钱 想不开自己上吊了 后来我跟父亲在爷爷奶奶 家住了一段时间 两位老人们也就在五六年之间大概也就先后走了 之后就是我又跟我父亲一直相亲 先为萧斌的回答 医生们表示十分同情 决定为萧斌的父亲省调一些不必做的警察 坐了坐了坐了 我再给你再剪 此时萧斌的父亲已经向了并微控制住 老实憨厚着的萧斌十分焦急 但是她心里还想着其他事情 她趁空闲之余打了两个电话 喂 店长 我小冰啊 我这边老爸 可能现在是新梗带牌 已经下冰微通知书了 所以说我现在明天可能来不了 喂 狗爷啊 我老爸这边新梗带牌 已经在第六医院急诊室这边了 我花了已经 反正 我就是帮你打成招 我那个水里的钱 我还是不会少的 不过那个钱可能要稍微再缓缓了 这个你一生中也就一次了 应该不会第二次的 这个我一定 怎么说呢 兄弟一生一次我不可能少的 即使现在很难 但是萧斌依然正做 就连朋友的结婚的份子嫌 她还想着会给 什么事 说好听点就看得开 说难听点就要正来 想改也蛮难改的 可能她不是一个伤心的人 但她一定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人 各种反俗的检查让萧斌来来回回 在医院待了一天 面对做不完的检查 嚼不完的肥 萧斌不断地鼓励自己 安慰自己 笑着活下去 笑着活下去 那父亲的情况安定了下来 一天没吃饭的萧斌又冷又晚 你 发现是萧斌父亲目前性格还是没有决定 但是查出了心脏病 目前萧斌父亲的病情比较平缓 可以进入观察室观察 这样一来也可以减少些费用 看着父亲的病情稳定了 于是萧斌就回家凑钱去了 可是没想到意外突然发生了 当护士巡视病房的时候 发生叫斌父亲出现隐藏 医生抓紧过来进行抢救 可是老人已经没了呼吸 当护士通知萧斌的之后 萧斌迟迟不敢相信 短暂的时间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他为此后悔不已 萧斌无法接受这个见识 好 好